我们来看一下有关那个就制定函数 那在python里面 如果我要让程式能够更加的精简 或者是说有些程式会重复被利用到的话 或者被同时很多只程式会用到 比如说重复的程式嘛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制定一个函数 制定function 那特别注意 制定function它可以分成几个类型 第一个类型就是你有没有传送 像那个在VBA里面 我们在插入那个函数的时候 会有一个所谓的 这边有个插入程序 这个程序的地方 它会让你选你是sub还是function 那通常是这两个 sub的话特别注意 它就没有return值 那function的话会有return值 return值就是它会返还一个结果给你 那同样的 在那个python里面也会有类似的概念 有没有return值 OK不见得每一个都会有return值 只是说写的方法不太一样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要怎么写 首先第一个像刚刚这个制定方 这个地方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把这个程式清减 那哪些部分可以清减 假设我希望把那个刚刚的判断指数的下面这一段 另外呢 再丢到一个什么 丢到一个function里面让它去执行的话 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 一样我让它那个输入 不过特别注意 我们在制定函数的话 有几个地方可能要注意 一你要写的位置记得一定要写在上方 下面才是你要执行的程式 上面一定要写在执行程式的上方 那我们这个地方基本上我把它写在第一行 那这个制定函数的话 开头一定是DEF开头 控一格 它的名称 像在那个VBA叫Sug 或者叫Function 那这边叫DEF Define 给不到 反正它就有一个名称 然后的话呢 后面就给它一个名称 叫Test 也许我叫Test 刮湖 那刮湖这个地方的话 后面刮湖里面呢 我们可以传资料 你也可以不传资料 比如说我今天给它传一个资料 传什么 传它输入的值好了 比如说也叫Prom OK 比如说 如果我今天呢 我要让它丢一个东西给我的话 那我就这边给它一个叫Test 并且传一个值给我 然后我把刚刚的Ford回圈这部分的程式 拖拉到上面 并且记得它DEF的下一节 就按一个Tab 这样的话就完成 然后把它中间再加一空白 这样区隔开 上面是制定函数 下面就是我们的执行的程序 OK 第一步就完成 第二步我怎么用它 用它的方法特别注意 一样 这边我们一样input input之后的话 然后会产生一个Prom 不过呢 我们刚刚是在底下执行 那现在如果我要执行 我要执行上面的制定函数的话 那我怎么制定 特别是 你就直接打呼叫它 它叫Test 因为它在同一个Module 所以你不用再跟它讲哪个Module 你就说在我们同样Module里面有个叫Test的Function 刮胡之后的话 它会跟你要一个 因为我们这边有一个 有一个值叫Prom 那我就把这个Prom 直接丢过来给它 那这个Prom的变数丢过来之后 它会丢到这边当成一个引数 丢到这边来 它就收到了 收到之后的话呢 会在底下去做执行 执行完之后的话呢 因为它没有return值 所以它就执行 是直数或不是直数 所以特别注意 等于就是我把它切开来 上面一部分下面一部分 OK 那当然现在这个状况 其实在这个程式里面 其实没有制定函数 其实反而是比较OK 因为你制定函数 感觉好像没事干嘛 切两块 那通常会用到制定函数 通常是那些程式 可能会被其他的程序使用 同样的东西的时候 那你就有必要把它做分割 OK 因为这一题我们只是范例 好 那试一下 执行一下 按OK 那这个时候的话 你会发现 它一样会请输入一个整数 然后把这个词 假设我输入一个15 它会把这个15的值丢到哪里呢 丢到这个方选里面15 然后它就传到前面这边来15 然后并且在这边跑完 就一样会print是直数还是不是直数 所以把它enter 它一样出现不是直数 一样跑上面的东西 这是第一个 就是有点 这个部分比较像什么 比较像那个VBA里面的sub sub就是没有回餐值 反正你就是做 做完 不用return任何东西给我 但是另外一个方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 它会有return值 return值就是它返还一个东西给你 比如说这个地方 假设我要把它改成一个return值的话 怎么做 第二个部分的话 我可以把它 把这个地方改成 所谓的return 那return值的话 我就print 就不是print 就不是在这边print 而是在哪边print 它回来给我的东西 我再把它print出去 所以特别注意 如果我要把它改成类似 function 会有个return值的话 一 我把这个地方改成s好了 s等于什么 是不是直数 不过一样 这个地方在for上面先 先宣告一个 先初始值一个s 然后把这个s是不是直数 那不要用print 用什么呢 用一个变数去接 s 那最后呢 差别在哪里呢 如果有return值的话 你就在最后一行 加上一个return return什么 returns 那这个时候呢 它就怎么样 它就处理完之后 它会把是不是直数 这个字丢回 丢到哪里 丢到s 并且return回来 所以return回来的话 那底下的程式 就不能这样写 你test这边就要一个接 接什么 假设我这边一个s 那我就用r来接好了 一个r r等于 这个字取一个名称 它会丢是否为直数 丢到r 那我就在底下多一个print print这个什么 print这个r ok 那这样就是一个return的一个解 不过你会发现 大家没事不会写这样 像好像感觉有点像 把程式本来简单变复杂了 所以制定函数它使用的时机 就是会有很多地方同时共用的时候 才会这样写 那目前因为我们只是一个范例 我们来试一下 所以特别注意 它一样会传一个东西过来 然后呢 一样会return一个s回来 那用谁去接呢 用r去接 接完之后把它print出来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把这个 直接如果你要 你省着麻烦 你可以这样 直接就放在这里就可以了 这样也可以了 只是我只要呈现出 return回来要接的这个过程 如果你直接放这边 感觉好像没有办法显现出来 所以我 也可以这样写 没问题 ok 我们来看一下写这样 好来试一下 执行 那一样我刚刚这个整数 一样输入15 不过结果应该有这样 不是直数 run一下 53 enter 是直数 结果一模一样 可是写法不一样 所以 刚刚主要几个重点 一 我要制定函数的话 一定要写在上面 def 开头 上面就是给它的函数名称 引述名称 ok 那二的话 如果你有return值的话 你就直接在这边return 那如果你没有return值的话 直接就print 就把事情做完就算了 不用return回来 差别在这里 如果你有return值的话 记得前面要有一个变数去接 接return回来的东西 再把它print出去 那请各位试一下 这两个部分 画面切还给各位试试看